大家好,每年这个季节都是大量新鲜蔬菜上市的时候 今天我们来做懒菜肉末豆角,看看我自己家种的豆角 非常新鲜 屏幕上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辣椒取决于你自己,如果你会吃辣的就把两个都放下去 如果不会的话就稍微少放或者不放 我们先把红辣椒切小块 特别怕辣的可以把辣椒籽去掉 把大蒜切碎 现在我们来把豆角切丁,什么豆角都行 扁豆,四季豆或者其他的豆角 我们先烧一些开水 把豆子烫一下,烫到深绿色就可以捞出来待用 这样等一下炒的时候比较容易保持它的绿色,不会变黄 现在我们来起一个油锅,炒肉末 现在我们可以加点生抽 以此把这些肉末炒到都散开 然后就可以起锅待用了 锅里再加一些油,把大蒜炒香了 加一点糖 现在来把烫过的这个豆角都加到锅里头 翻炒以后 翻炒以后我们现在来加橄榄菜 这个橄榄菜是油浸橄榄菜 油比较多也有咸味 现在我们来加刚才炒好的肉末 都翻炒好了以后我们最后来加辣椒 这个小辣椒挺辣的,你自己决定加多少 像我这样不大会吃辣的 我就放在锅里头快速翻炒一下就行了 这样我们的懒菜肉末豆角就做好了 这个菜非常的开胃下饭 我这里配了一碗糙米饭 你还是看自己喜好吧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点击右下角的院子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